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系列示威抗议届满一个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早定调 逃犯条例的修订桥案已经正式死亡 手中正险 她也坦承港府这一次的修法工作彻底失败 还引发了社会矛盾及不安 是个完全失败的行动 她承诺港府接下来会努力恢复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不过香港泛民主派已经表明 不接受林郑月娥的这番谈话 接下来还会号召更多的抗议活动 反送中抗争一个月来 民众多次上街 紧民冲突不断 特首林郑月娥今早承认 港府这次完全失败 不仅修法工作做得不好 更没有掌握社会民情 缺乏政治敏感 导致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和愤怒 她还形容这份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已经死亡 寿终正寝 我们今次修订的工作 是完全失败 我早前也都为此自怯 失败的原因 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我们对于社会的脈搏 掌握得不够 我们的政治敏感度 都很有偏差 但可能市民要听到一个 很斩钉截铁的说法 所以条例修订草案 寿终正寿 是一个相对很斩钉截铁的说法 尽管林郑月娥坦诚 她对香港近期的动荡 感到难过和震惊 还誓言接下来要和各方沟通 努力恢复市民对港府的信心 不过泛民主派已经表明 不接受她的说辞 泛民主派的五大诉求 包括撤回草案 特赦示威者 以及成立特委会 调查警方滥权 他们表明港府不回应诉求 就无法挽回政府的公信力 也无法重新赢回市民的信任 NTV7 综合报道